起实际航母 中途岛 好的 那么让我们开始 开启直播 欢迎小朋友们前来支持哦 好 那么让我们两个厂量 来看一下本场比较的双方配置 那么航母巨还是一样一句 去看对于几方航母 有威胁的舰船 我们这边一艘门大达 一艘压滑面下撑一下战队舰的航空圈 对面两艘门大达 巡洋舰方面的话 双方各有一艘海王星 但实际上海王星在 没有点手动航空的情况下 海王星在面对 本中途岛的实际飞机的时候 或者白龙的实际飞机的时候 是比较无力的 那么驱逐舰方面的话 我们对面一艘弗莱车 对面一艘本船 不过本船一般来说不会带 我帮弗莱车应该可以 对白龙造成一定的招扰 不过这边可以给大家 直接说明对面白龙就是个执杖 而且是开局被撕的执杖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话 第三个过来 点亮了敌方的本身 然后我们身后的话 是有弗莱车迪米特里加比斯迈的 那么这个本身的话 现在就属于一个赛街南逃的位置了 他们后面有一艘迪米特里 不过这个位置上迪米特里 是开不到这个本身的 直接选择本身的回转路地投雷 本身选择开烟 但是被敌方的雷达直接 我方的雷达直接挂亮 我方迪米特里没有开雷达 这个是因为这个本身 跑出太快 所以烟雷没能够直接遮蔽他 那么开局直接一颗雷收掉 敌方本身拿下一鞋 那么即使我们开局 现在可以说 这三种尖包就是跑去四航母的 这边拉下去以后 这里刚好点亮的敌方航母 直接将敌方航母凑身残血 然后接下来再一种尖包带走了 但是这一把比赛即使将手刀敌军CV 但是仍然是打得非常艰辛 甚至可以说是一把翻盘局 那么这边也是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说你自己打航母 发现敌军航母像这种 制风拳的背鸥 然后九级飞机直接跑出来了 那么你开心的直接一波撕了他 然后你会发现 我军的水面舰队完全就是不开一击 就是被对面直接一波摁死 被对面水面舰队一波摁死 你甚至都来不及救场 的话 如果说你作为航母 开局直接摁死的地方 每一艘船 那么 是摁死的敌军最菜的那一个 那么 接下来敌军的那些舰队有多猛 相信我也就不用说了 好 那么开局是看到 干到对面白龙 哇那这个A都不知道开的 就是个脚本啊 就是个脚本 等待指示 第六组 请等待新的指示 好 一杂两八火 看一下交不要存款 第三组 返回战舰 第三组 门行中 好 那么白龙选择 哎 交存款了 那两组电报再接着上 四万八的血量 并且这个战斗机出来好像也没有人选择要揽拿我们 这个应该是不会扫射的 战斗机出来直接往前走啊 直接往前走 就是个纯脚本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好 六发 两把火 两万九的伤害 不过很可惜啊 烧不死啊 烧不死 刚好剩了几百血 刚好剩了180多滴血 没烧死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嗯 那么等会儿的话 我们还要再来接一组前 把这个白龙带走了 好 现在看局势大体趋势好像是趋于稳定啊 因为我方的弗莱射 这边还剩运送弗莱射啊 那么 我军的双方各跪了一艘滴滴 对面还马上就能被我们给摁死了 那么 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对不对 当然这只是表象上的啊 实际上 等会儿的翻盘局啊 你干 开始死人了 哈哈 啊 队友开始疯狂送了 嗯 第三组 准备起飞 好 那么我们的娱乐机起初来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什么目标可以选择啊 敌军的唯一搜集机已经沉掉了 那么 下面的话 这边这一波抱团其实是比较难办的 因为这巡洋舰轮番开A的话 你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然后 这边的话 一艘迪敏特里再加一艘门大拿啊 说实话 再配合迪 配合门大拿的防空啊 配合迪敏特里的这个A技能和门大拿的防空 我们也是拿他们比较没办法 这么 唯一一艘落单的这边的门大拿 呃 又是一艘几乎蛮血状态的 嗯 好我们看一下他这一组鱼类机怎么选择啊 嗯 啊 是直接飞过去C点帮几方队友减轻一下压力呢 然后还是去D点将这个门大拿给摁了呢 呃 实际上 哎 我个人觉得这一组鱼类机应该配合两组剑报去削弱一下门大 对面 这边一艘门大拿的那血量 因为他这是一个落单的状态 呃 往这边走的话 这个迪敏特里肯定是有AA的呀 啊 好 我们手 手剑调了一下 手剑调了一下 迪敏特里AA开出来了 好 散发雷一个进水 好 对面的这个战斗机和剑报完全就是属于一个闷游状态 并且雷的话好像也是自动投的啊 嗯 第六组保持战备状态 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波的效果并不强啊 效果并不强 呃 那么这一艘门大拿已经是成功的将地点给拿下来了啊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第五组 我都被攻击了 第二组 您可断心的知识 完毕 好 我们看一下对面白龙169体血 那一组剑包直接砸死 然后第二组剑包跑过来找这里的莫斯科啊 其实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落实打的还是比较随心的啊 随心的 目标选 目标选择也没有那么讲究 你军航武被摧毁 一组剑包把敌方的航母给砸死了 好 两把火 莫斯科表较存管 但是很可惜没有人能洗得到他 哎 这边是在洗莫斯科吗 这个是在打莫斯科吗 对 这次在打莫斯科 再起一把火的话 莫斯科应该要掉大概百分之 大概要掉个四五千血啊 这个莫斯科倒进去了 应该就没什么机会了 现在的话仍然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啊 嗯 但是这个大河马上死了啊 因为 去追了 破灶的迪米特里啊 人家明显的 明摆的就是在玩他的 嗯 然后 几方这边的伊亚华和海王星啊 嗯 啊 里方这边这一波如果来个充分的话 这 这里一波也 这里也扛不住 嗯 好 又出来一组娱乐机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选择啊 这边的话 呃 应该想刷这个了吧 或者把这个残血的莫斯科给收掉啊 或者说把这个斐泽大帝给刷残废 不过呃 如果说按 队友的集火效率来看这个斐泽大帝 我们应该是不用管的啊 啊 这里的这个莫斯科我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刷的啊 OK啊 莫斯科开A了 我们原来今晚会拖一波 等四秒 对吧 队友集火效率有点低啊 对面斐泽大帝 啊 两万多血冲上来了 好 我们大合已经防不住直接往外跑了 好 再配合剑爆啊 我们马上要被敌军的斐泽给点亮了啊 这个隐蔽圈啊 这这中路岛不点隐蔽就是这么尴尬啊 直接可以被前线的去前线的在那间点亮啊 因为自己中路岛是点点了个隐蔽的 这边的话其实这一组雷 呃 可以找一个其他目标 这个斐泽大帝是在队友的结果效率下 肯定是死定了的 或者组一组先爆就行 这一组鱼雷说实话有点浪费 好 这里的话又是三个巡洋舰暴团啊 说实话对面这个暴团阵容真的不好办 嗯 啊 其实可以去找一下对面这个 梅兰娜 梅兰娜已经是脱离了几方的环空圈 她身后只有一个没有AA技能的盘望星 啊 那么她军人则在这边砸这个没有AA技能的莫斯科 好 一砸一万多 再来一波 哎 这一波箭爆完美传行 可以 哈哈哈 哎呦 这个这个这个飞行员可以去切副了 完美传行 嘿 嘿 苗苗苗苗在船船中间这边 这边四个这边三颗 完美传行散步 可以可以可以 哇 这个这个飞翼舰暴 好 再来一波 这个总改中了吧 哦 三颗一把火 啊 不好意思 烧不死 这个应该烧 直接烧成一个残血状态 嗯 好 打到现在的话 看似我们这边人好像比较多啊 但实际上啊 打到现在对面死 我们这边死的还要比对面多一个啊 还要比对面多一个 好 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航母拉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用这一座山啊 挡住这里上来的敌军啊 呃我们的这回来这回来车 呼机师去送了啊 呼机师去送了 这边呢 这个 压滑 已经是倒传倒到这个位置上去了 好 顶着两层门 那他开始前提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输出 我们如何选择 好 绕远一点 这边三万血的大拿 不过我感觉莫斯科的A应该要好了 好 果然一个A开出来 不过这个位置上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鱼类机给拖走了 拖走的话 攻击已经会也就也就会被直接打成 一两架左右啊 那还不如直接通了呢 啊 啊 死活不进水啊 死活不进水啊 三发不进水啊 就是不进水啊 八发了 八发了一个进水 哈哈 这个是没 这个是典型的不挂进水器啊 好大拿还有一万三的血量啊 直接一波砸 然后不要忘了这个莫斯科是没有A的啊 三千血啊 直接过去一个剑爆收掉 这边他想要剑爆叠一下吗 其实并不需要 这个第六组剑爆直接过去砸就行了 这个大拿我们刚刚一波是砸在了存管 在他的存管器上 好战斗机可以选择去扛一下伤害啊 这边直接飞进去的话剑爆可能会掉 第六组我被击中了 第五组我被攻击了 好可以看到敌军的所有剑船开始了最后的冲锋啊 这边一波砸看一下多少 给我们击把火啊一把火啊 没损管的直接烧死了 下面还有个三千血的莫斯科直接下去 好警局开始充分可以看到我们的阵型直接散成一过周啊 这个啊 莫斯科也是被上来的一波战略剑直接摁死 好烧死警局门打打打看一下有没有double q的机会 哎 开吹了 来 欧洲街报 死 漂亮 好啊 那么这个莫斯科也是比较背啊 直接被我们一波一波只摁了三波吧 摁了三波直接摁死了 不过在他身上的浪费出租的时间倒是有点多 呃敌军的话这边一波阵型而排的比较好 那这组鱼雷鸡可能是没什么机会 哦 其实这边应该去选择收这里的 比斯曼啊 然后让队友的火力集中过来打这里东西 呃 这个 领米特地没有AA吗 可能是忘记开了 来 四颗 啊 三颗 不进水 十一颗类不进水 十一颗类就一个进水 哇 不关进水 不关进水 不关进水期的下场 第四左我们被攻击了 第六左我们被紧飞 好这边敌军的话已经是冲到了B点边缘 然而我们的队伍已经是 哦哈 已经被逼到墙角上了 这一波已经被逼到墙角上了 好这边一波杂 一把火 门大达选择步骄存管硬顶 漂亮 军大河直接一轮带走敌方迪比特里 那这边的话 门大达失去了 呃 敌方迪比特里的防空支援 那这一波的话 几组剑暴应该是可以让他直接带走了 好我们的拿步杂存管直接烧成了三万多血啊 那这边的话再给他补一组间报 嗯 第六组我们被进入了 第二组被摧毁 第三组准备起飞 第三组 第五组 准备起飞 第六组 开始新一轮进入 好再来一波 啊 现在的剑暴开始欧了 现在剑暴开始欧了 第五组 好 我军大河被烧死 现在的话 已经是 呃 诶 诶 这里的海荒仙 跟迪迷特点的肉活 看一下谁会赢 啊 这个X8F估计也是要贵了啊 这个X8F估计也是要贵了啊 赶紧去救一下他 这边的这一组狱猎剑 打到现在居然比分 还是几乎差不多的 你敢信 好 一波雷刷下 四颗秒 OK啊 那么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三万选的门大拿 直接砸 这一波 这个尼米特里交出雷 但是 非常可惜 我们在 啊 他开之前就已经选定了投单位置 所以说投下来的依然是缩圈的啊 哦 三把火好像没有损罐啊 这一波欧洲剑暴砸的就非常爽了啊 这个麦达纳马上就熟了啊 嗯 三千多血 OK 生要拿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战况 啊 尼米特里 撕这个 海王星终于是私营了啊 这个没 这个没私营的话说不定这把还真的要贵 看一下 那这里还有一个艾档 还有一艘机密车里啊 嗯 下面的话 应该是基本上稳了啊 下面 七杀 哦 哦 我对面的分数啊 三个点在手啊 我们现在 也按我们的速出波子 想要直接 恩死对面所有的 啊 这两艘所有的选择 建议应该是不可能的 但是 嗯 恩死一艘应该说 一面就更大 时间只剩两分多钟了 好 艾档直接选择交A 啊 那我们决定激活 直接把他搞死啊 第二组 目标被摧毁 第二组 等待指示 哦 哦 不管艾档了啊 直接选择 迪米特里啊 嗯 两万多血 呃 刚刚好像 他是交过A的 看一下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那我直接砸咯 第四组 进入战的位置 第五组 好 啊 一千九一把火 这这这货的上升电阻 血量已经基本被打空了 第五组 公居 第六组 我们被击中了 胡椒松环 两万血 好 再一把火 两把火了 兄弟 还不交存款 好像 A是没了啊 没有 A 好 直接一步刷下 拿下本场比赛 第八个人头 哇 八杀 三十万伤 啊 丧心病狂 呃 呃 八百血 八百血 活下来了 哎呀 这个时候 我们要万一是个212种路导 那就很尴尬了 但是咱们是个113嘛 还有一座肩包 来 欧皇一波 Come on OK 那将本场比赛第八个人头 分数刚刚好反超 15秒 15秒的时候分数刚刚好反超 真的是太惊险了 那么也是这 谢谢大家收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